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馬英九總統說 不能夠加薪是因為企業賺的不夠多 那這一句話傷害了勞工的心 也凸顯勞資啊 雙方地位的不平等 更證明馬英九從資本家 從企業的立場在思考勞工的權利 這個也莫怪夫被批評為 資本總統、企業家的總統 沒有照顧勞工權利的總統 那美國勞工部啊最近公布一份 所謂的勞工時薪的報酬成本 也就是說勞工他的工作跟企業家的成本的報酬 一箱比較台灣居然是全世界最後一名 那這個最後一名啊 是從14年前的實薪報酬成本 倒退到14年前 比14年前的實薪報酬成本都還要少 甚至我們比希臘 比江破產的西班牙、意大利都還要慘 這個可以想見台灣勞工啊現在的處境 我有一些資料也要報告給行政院了解一下 目前我們有390萬人勞工啊他的薪水不到3萬塊 有200萬人他的薪水不到2萬塊 我們有13萬富的民眾生活在貧窮線底下 我們有12萬的派遣工非典型就業 沒有一直永續的勞動合約 我們還有250家的工廠 6000個員工在換無薪假 我們還有8000多家中小企業 在上半年度啊倒閉 看到這些非常聳動的數據啊 我們要提醒馬政府 勞工確實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們應該以照顧勞工為最主要的施政目標 如果我們連267塊一個月的基本工資的調升案 都不願意給他們的話 我認為這個是捏帶勞工 明天就是三星鄉鄉長的補選 雖然是一個地方基層首長的補選 但是我們希望民眾們用選票告訴國民黨 告訴馬英九經濟蕭條民不聊生 整個政府的政策完全錯誤 造成所謂的經濟上的不景氣 我們希望三星鄉的民眾用你的選票 告訴五感的馬英九我們需要改變